一名駕駛站在路邊接受警方盤查 只見他雙手插腰 沒有反抗也沒有想逃跑 但車內的兩名外籍男子 卻神情緊張 不管員警怎麼勸就是不出來 來看一段當時畫面 更是通報失聯將近兩年之移工 事發在21號下午1點多 高雄一名50歲張姓駕駛 載著兩名越籍男子開車行進三明驅使 因為紅燈又轉被警方盯上 查詢身份後 發現駕駛竟是一名通緝犯 而車內的45歲無心越籍男子 不僅是名傷害通緝犯 更是通報失聯將近兩年的移工 這下駕駛除了得吃上最高1800元的罰單 連同車內的人也一併被檢送歸案